嘿 來來來 我們大家懂得看故事 來看這一則新聞 就說這是一位女畫家 叫陳林慧 她借了14萬 結果每個月月息21萬 就像剛才周老師講的 周末他們講的 結果人死了照樣鎖錢 後來她是自己 這個她是自殺 尋短 尋短 逼死女強人 催債十二 那現在又說 好像是她老公涉嫌 加害自殺 加工 加工資 那這些新聞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好好揮文 她欠14萬 她有債務的問題 她在兩岸都有什麼畫廊 之前世界做得不錯 對 之前世界做得不錯 那後來缺錢 就剛剛這個周姐姐說 就面子拉不下來 那借錢 借錢要怎麼樣 借到一定照曹波羅勳 她選擇去找低價錢裝 第一步就錯了 對 這是很笨的方法 對 你看人家有錢 都跟銀行借借完 然後整個落跑 然後還每天又跳舞 雖然這樣也不值得鼓勵 但是至少人家比他聰明 你說欠那個呆帳 之前我們銀行法要修正 就是說公布欠一億以上 一億耶 你要跟銀行借一億 我們去借絕對借不到 不管你 除非你有房子或什麼 好幾棟跟他押 他借一億以上的呆帳大戶 是不公布的 為什麼 公布出來你發現說 這些人大家都聽過都認識 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在借的 小老百姓只要去找低價錢裝 你說要借14萬 其實他前後後後來他老公還在 前後已經還了八十幾萬 這不當了 14萬怎麼會滾到前後還80幾萬 我剛剛講的嘛 你先跟我借10萬嘛 你是不是拿到8萬 過了10天你要付2萬利息 你拿不出來 因為8萬你拿去花掉了 就一直尬嘛 所以他前後後他腳八十幾萬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一個技巧就是說 我給大家建議就是說 你現在已經有跟錢裝交手的 觀眾朋友 因為你不是社會書 你無法處理這些事情 要找警察 剛剛周姐不是說什麼 拍手電話一定要記得嗎 這個要找警察來處理 我想想警察會幫忙 我的意思說 譬如說你現在有一筆錢嘛 你借14萬 你現在譬如一筆錢 譬如說10萬或是20萬 我要跟你切 我請警察出來處理 就是說我現在約一筆錢 他們出來說 我現在有一筆錢要還你嘛 我沒有要躲了嘛 那我現在 鍾博是個刑警嘛 那至於兄弟嘛 說欸 這條他做見證 我這條我幫你切 你買不 幫你罰啦 可能我 我可能沒有辦法足而還你 但是我這一條先還你嘛 你利息先降 那個本金利息先降下來嘛 你不能說說說 都沒有公權利的人有沒有 說你每天來找我 我就累2千 累3千拿給你這樣 這樣還不完了 對 當然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的方法 也許他不一定做得到 不過我還可以提供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仔細看這個案情 我們用倒序法來推亂 你看今天女強人被逼死 警察去抓到12下對不對 代表警察不是不會抓討債集團的 很多人都以為說 討債集團警察不會去抓 那沒什麼分數什麼的 很難講 有時候討債集團一破壞 裡面好幾支槍了 是不是 警察會抓 警察會抓 所以今天如果這個女強人 陳寗慧她沒有死的話 她建議如果能夠看到這個報紙 早知道警察會抓這12次 他之前就先報警不就得了嗎 警察不就去把他抓起來了嗎 問題是 就是這種畫家上流的時候 他就越要顧面子 對 所以我現在就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如果今天 我們今天聽到這個 有幸看到這個節目 大家不要要面子了 命最重要 做人最重要是什麼 保密 因為保密才能繼續做人 所以我是要講就是說 陳寗慧當初他應該怎麼做 報警 報警各位請看 第一個討債集團很可能什麼 如果恐怖一點我可以用流氓辦他 是不是 組織犯罪條例嘛 是不是 第二個重力罪 對 第三個暴力一定會什麼 恐嚇 傷害 什麼等等 警察一定抓的 所以各位不要再 就去想說什麼 躲一時 不要讓警察知道 反正這些討債集團都很恐怖 其實不會 警察會抓的 所以也不是講說什麼 上流社會要面 其實不是上流社會的 普羅拉這個老百姓更要面 所以很多才會越清越格 因為大家看這新聞 因為他現在這個是破案新聞 他講說借14萬怎麼會去燒炭 尋短 剛剛周杰講一個圈內人的話 我聽了我就覺得 聽了有感而發 你不知道那個洞有多大 你了解我意思嗎 這個是個行話 你知道那個洞有多大嗎 你現在看他這新聞 想說欠14萬 一個開畫廊的人 怎麼會欠14萬想不開 你那個邏輯就不對 因為那個洞多大 只有誰知道 我跟你講 我認為 連他老公都不知道 只有欠債的人自己心意 我們人知道 但是不敢算 他也沒跟你說 他也說不出來 他們現在真的不敢算 我想補充一點 我很慚愧 我曾經也借過地下錢莊 不過我的情況比較特別 就是東科大火之後的一個過程 首先就是 通常會借到錢莊的人 都是已經借很多地方了 才會去借到錢莊 絕對不會是一圈錢就去借 所以這種人一定要犧牲信用 我沒有看過任何一個人 可能是靠錢莊的資金 然後東山再起 所以是不要去借到這個 如果不小心借到 因為他們常常換手機 有的人他怕說我去報警 萬一他報復 他來找我 我不是更怕 所以我就不敢報警 其實如果你報警了 那麼事後你改變一個髮型 搬個地方 或者你先離開 就算以後你要找他 都不一定找得到 因為他們的行動電話是常常換的 而且他們的客戶太多了 所以大家不要怕成那個樣子 就是說先離鄉背井一下 或者家人擋 他們不敢直接對家人 太過的施壓 那只是過程 最後一定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是 來… 講到都是這些 賭博啦 或者什麼 都也是欠債 來 這則新聞 說少父毒殺老公跟婆婆 炸保險金千萬來還賭債 說也懷疑他也害死了生命 這則新聞真的是 對啊 這就跟周姐剛才講的一樣 你要還債有本事就靠自己 是不是 結果不是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第一個案子也是 為了要還債什麼 犧牲自己老婆的性命對不對 現在這個是 太太他又為了要還債 他就犧牲他老公的生命 甚至有可能連他婆婆也是他殺的 這個案情其實很簡單 不外乎就是炸領保險金 他 這個太太 照片中右邊的那個人 那個太太呢 他欠了六合彩賭債 一千多萬元 說他才二十 才二幾歲耶 所以會欠這樣抓頭 有可能 他欠了一千多萬 怎麼辦呢 他就想說 那我就幫先生保險 保了大概一千 連人壽加以外大概一千一百萬 然後也幫婆婆保 人壽加以外大概差不多四百多萬 加起來就一千五百多萬 那 你要能夠領到這筆錢 就是一定要回戲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讓他 婆婆 婆婆先死 讓婆婆先死 死的方法都很簡單 就是反正想辦法讓他進醫院 進了醫院之後 再從那個所謂的點滴裡頭 再注射什麼抗憂鬱藥 安眠藥 甲醇啦 農藥 反正安眠藥不行 比較重的 就來抗憂鬱 還不行 甲醇 甲醇還不行 農藥回戲啦 成功了 事體趕快活化 領到了 你說是多大的壓力 會讓人這樣子上心力 他認為這樣就可以領到 可以成功了 是不是 可是保險公司也不是笨蛋 保險公司想 哇 五月初才飽 五月底就死 然後那麼巧 正在懷疑的路 正在信頭上懷疑的時候 沒多久 他先生也死了啦 七月 五月初保 七月大概十幾號的時候 也掛了 手法如出於側 這時候怎麼辦 趕快查 發現裡面竟然有這麼多 可疑的藥物 對 警察趕快到他家去搜 搜出一堆的證物 一堆的犯案工具 一堆的保險的一些 所謂的保單啊什麼 案情破壞 我講一下 這個抓到之後 因為二十幾歲 警察問他說 你怎麼這麼像 你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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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樣 你是不是手 問他怎麼 誰教他的 因為怕後面 外面可能有課凶 或什麼 縮死他或怎麼樣 後面我看電視學來的 他看什麼 我們哪有這樣的電視 他是這樣說 他說他看電視購的 購說去 帶人保險金來去 租那個有的沒有的 他說看電視學來的 有啊 那好 既然大家喜歡看電視 我把他講清楚 就因為我們現在講了兩個案例 這跟保險金有關 第一個 有沒有拿到錢 還沒 沒有嘛 對啊 都沒有拿到錢 就被抓了 都沒有拿到錢 第二個 現在人在哪裡 收押近見 是 有了嗎 對啊 所以我 你以為你看了電視之後 異想天開什麼 看了什麼蜘蛛網 什麼彭靈眼的 那是戲啊 那就是類戲劇 那是戲啊 所以現在大家根本來看 應該開放以前我們小時候 看的那個法網灰灰 天眼啊 天眼啊 好好看喔 真的 沒有啦 他這手法真的 有可能會參考到李雙全的那個案子 李雙全人的翁星 李泰安還被判刑 判18年 對… 對不對 壞都沒辦法了 一塊錢都沒拿到 是 李泰安他們 他跟他爸爸李巨寶有沒有 一塊錢都沒拿到 真是 別再煞 不要亂學 對… 不要殺人 不要殺人 好 來 從命理的角度 我們來請教我們周老師 老師哪些手面向的人 比較會為了錢去走險路 對 人家有一句話講說 什麼 人為才死嘛 苗為失亡 還有就是說什麼 賣不牙草賣不肥 人如果不怕陷阱 趁財不復 不復 其實很多很多以前的這一些 俗語 李義 都是教人家好像說 人一定要走險路 其實呢 險路走下來的結果 都是在裡面啦 真的就是 一定會在裡面關啦 真的是險路不能走 可以是冒險一下說 我們像說投資人說賭一下 那還無可後悔 但是小賭以請大賭 那可能就會傷身